结婚时男方给予女方的彩侣 如果婚姻破裂了的话 有可能会要回来 那么没人费要不要的回来呢 陕西有一个农民姓王 农贤的时候呢 经常干一些宝媒拉气的活 前年的时候呢 他听说同村的有一个旅姓人家 儿子年龄大了还没结婚 于是他也算好心 帮助这个吕某 找到了林村的一个姑娘 经过撮合之后呢 这桩婚姻还达成了 而且没人还帮着说和 吕某给了女方八万八千块钱的采取 做成了这桩好事 李家自然要好好感谢一下汪某啊 汪某说这个好事不是我一个人干的 连我一共五个人 我们五个没人层层传递之下 你们这桩好事才促成了 所以呢 李家给了汪某两万块钱的说媒备用 汪某也说我自己就留下了四千 我们五个人是平分了这两万块钱 然而好景不长啊 新婚小夫妇同居了一段时间之后 彼此感觉性格不合分手了 分手之后呢 女方还很讲究啊 把这八万八千块钱的彩礼 统统退还给了南方 但是南方一做梦 这事不对啊 彩礼钱我是要回来了 我这两万的没人费用 我花得有点冤 于是就跟这个汪某所要没人费用 汪某也说啊 你看我都已经促成了 那小两口彩礼也过了 结婚证马上就要领了 都同居了 我这个任务已经达成了 你们分手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凭什么让我退还这个说没费用呢 更何况那两万块钱 我就拿了四千而已啊 于是双方协商不成 李嘉一纸诉状 把汪某告上了法院 最近经过法院审理 首先法院明确啊 汪某确实只拿到了四千 剩下的一万六确实是另外几个没人拿走的 如果要的话 李嘉得起诉另外四个人 而且法院经过审理也认定啊 虽然说汪某就是一个个人 他没有开设任何公司 他不具备说没的资质 但是考虑到农村光棍很多 帮助介绍个对象 说个没啊 这也算是一桩好事 汪某也付出了一定的劳动 所以最后法院判决 这四千块钱的没人费呢 汪某可以留下两千四 剩下的一千六要返还给南方 而另外四位没人的费用呢 南方只能足够打官司去要了 转